新加坡在14号发生了船舶相撞事故导致漏油 然而一个中午下来 随着海水潮汐的流动 这个油污染黑了 包括著名的度假圣地 圣陶沙的三个沙滩 还有东海岸公园的部分地带 新加坡巴西搬让码头 14号下午2点多是有一艘挖泥船 和一艘货轮相撞 货轮的油缸受损漏油 而油污也往岸边来扩散 受到影响的度假沙滩 包括了丹荣 巴拉湾以及西勒索 游客虽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 但是不准下海